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亚马逊卖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选品 老卖家都知道 做亚马逊七分靠选品 三分靠运营 选品也在选错了 那以后只会给我们运营带来非常大的难度 但很多的新手卖家就很困惑 不知道该如何去选品 总觉得这个产品可能国外比较好卖 那可能觉得错了 那完全是靠感觉 靠猜 这样子去选品的话 其实是非常难选到一个很适合自己目前现状的一个产品 那我必须要通过精细化的数据分析 精细化的视频调研 才能够选出一个比较适合 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难海的产品 只有产品选对了 那么我们后续的一个原因呢 才会能起到一个简单添化的作用 才能够让我们整个项目推进变得非常顺畅 那今天美哥呢 就给大家去讲一讲 选品的一个实用的方法和输入 具体我们会用到三个工具 那第一个是MV123的POP25M的关键层搜索工具 那第二个是谷歌的趋势 那第三个是我们常用的一个项目工具 叫MVSTOCK 那美哥将会把这三个数据 三个工具去给它结合起来 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实操的讲解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一个全体实操的流程 OK 下面让我们来进入实战的讲解 首先我们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是MV125M4排名 这个工具呢 它的主要数据是来源于亚马基金 后台的品牌分析功能 这个其实是对于没有品牌备案的 新手卖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品牌备案 原先这些数据和关键词的4M4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看到的 那这个数据它是有一个分线的一个周期 平均是一周大概会更新一次 那主要分为4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 辅佐则 第二个模块 本周排名 上周排名 对吧 以及排名的一个涨跌情况 通过用户的4M4的一个热度的一个变化 以及排名的涨跌 我们就能够发现 目前市场上到底哪些排名在走 哪些产品在走下坡路 哪些产品在走上坡路 从而我们可以去发掘当中存在的一个商机 甚至我们可以对于排名的涨跌去进行排序 比如说我们点击之后 能够看到所有关键词的一个排名的上升的一个情况 那这些产品就代表着 最近市场走向非常好 那我们可以去床中去挖掘一些比较好的产品 加入到我们的选品互动里面 那此外我们用到第二根据 就是Emily Scott 这个工具 那比如说 你能通过刚刚那个Emily 123 这个Tobar手段这个工具 让他选出来一个 我觉得还相对来说还比较合适的一个产品 点击进入到前台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室内锻炼的一个平衡用的一个电子 大家要知道 目前整个美国的一个疫情情况 还是非常严峻的 那么很多的老外 他会在家去进行一个健身 那家用的一些健身器材 在最近的走势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款产品就恰恰是 符合当前整个市场 市场发展趋势的这样的一类产品 OK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前台语名之后 我们首先需要在前台语名 进行一个大概的一个浏览 当然产品它会有一些外形外观上的一些区分 当然最后的功能 落地的一个功能都一样 都是为了去锻炼人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协调能力 一些平衡能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用到MV Scott这个插件 那我们在插件这一台点击之后 点击之后 MV Scott它就能够快速的去 把你当前所有的一个页面上的所有的数据 全部去抓取出来 那主要包括Esteam的标题品牌 包括你的排名 包括你的月呼的一个月销量 等等等等的信息 那这些数据抓取出来之后 就非常的便于我们去进行一个宏观的分析 以及我们对于市场容量 那市场的整个的情况就有一个很清新的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页的思索结果是47个 那平均的月销量是接近2000 那平均的排名是7万左右 那平均的销售价格是45美金 平均的评论是722 那这边有一个市场保护度的评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标放到上面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有零格买家本月也准备了这个利基 这个证明什么呢 这个证明在Emily Scott庞大的用户群体当中 大概有几十几万 二十万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当中 没有卖家发现这个利基 那只有敏哥通过Emily Scott去查找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证明发现的人越少 那做的卖家就越少 那我们推薪品的高度也就越低 成功的概念也就越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评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的Emily Scott给我们的评分是10分 那代表我去推出这个产品 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那我们的利润是比较OK 对吧 它会对于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利润性 一个分析 包括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情况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它的竞争说是非常大 当然可能有些不同线 因为当前的页面 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产品 所以说综合评分来说 这个产品 总体的一个打包还是很OK的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直接在前代 我们点击下一页 点击下页之后 就是Emily Scott会互动的给我们去抓取 第二页整个排名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工具现在正在抓取的一个过程当中 正在抓取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过程下 此外就是这个工具 我们一定要去科学上网 一定要是科学上网才可以用的 然后Emily Scott也是做跨境 就是卖家用的非常多的一款选择人机 它和JS基本上是互相上下 目前整个用户群体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在多次的实验过程当中 发现它的数据的准确性还是挺高的 那我们上面来看一下 这边可以有定制化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查看到底有哪些数据 包括我们可以去进一个筛选 它其实内置了一个谷歌趋势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不用啊 也可以直接我们就直接通过谷歌趋势 那我们把关键词听进去之后 发现这个产品在5月份 整体的一个组织是非常OK的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去挖掘一个市场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去看一下 我去试 这样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觉得还是直接通过谷歌 可以看 能更加直观一点 包括一个市场的整个关键词的情况 那我们再听进去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颜色变得了 变得了这些关键词 就代表用户的搜索 它是最大的 对吧 搜索的一个大小 那这个关键词 我们甚至可以进行一个导书 作为我们是个listing优化过去 以及我们后期广告CC筛选的 一个做出点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直接导出 我们当前页面的所有的优数据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通过这样的工具 能够去节省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那从而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和我们选品的一个准确性 然后此外 就是MVscotch跟敏哥这边 有个合作 然后为粉丝们去争取了一定的优惠 当然市面上目前啊 就是选品工具能够包周深使用的还是非常熟 那MVscotch 它目前的一个价格是100.99美金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议会券 如果说大家想购买的话 那可以直接别离合私信 或者是在视频下方 先给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应该对于选品的一些最基本的思路和方法 有些了解 抽到选品 其实规定到底 还是要挑选自己能够承受范围之内的最好的最优质的产品 那有些产品比如说它的客单价很高 那需要我们压很多的资金债品 那对于中小卖家来说 没有那样的资金或是资源 那这类产品其实就不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中小卖家来说 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去赚钱 如何选到一个竞争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品类 而且又在自己的资金承受范围之内 这样的产品还是最适合我们中小卖家去做的 所以不要指望大而全 我们要做好一个小而美 就可以选择一个戏风品类 然后去精细化收购 中小卖家也可以在那里去活着活着 OK 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